你跟我们俩长得像不像 他说我们俩长得像 有没有一点点 有一点那个眼睛弯弯的那个感觉 脸型是不是也挺像的 跟他小时候像 嗯 哈哈哈哈 瞬间被嫌弃了 哈哈哈哈 没有梗子啊 怎么办 所以到我五十几岁的时候 你还是这么的年轻 啊那我怎么办 你们都一样 你们都年轻的脸 小明也好小 小明九几啊 不我八九的 我比他大六岁呢 一点都看不出来啊 我那个 我那个脸上花了钱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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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学的时候就说我要去他 大学 你的时候就认识他 哦哦 不认识他 我就 看到他在那个 对 屏幕上 我就嗯 这个挺好的 这个应该是 最完美的 然后就这样 给我五 我初中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小伙很帅 哈哈哈哈 真的 你真的 真的 哈哈哈哈 真的 哈哈哈哈 是不是真假的 真的真的 我看到第一部卸手我初中嘛 然后呢 然后呢 我说哇太好看了 太帅了 哈哈哈哈 搞错了 再来 我说哇太好看了 太帅了 再然后呢 然后他就开始追我啦 你是怎么让他追的你 哎 我还怎么能让他追我 我当然马上就答应了 看来 这种时候要什么矜持 不要矜持 没矜持 你知道人家 前面先不说 那一段时间的交往 哎呀太辛苦了 觉得女人 如果不行你就直说嘛 我先去看 圣诞节 圣诞节 我去看看肉 怎么逃走了 把这个版本交给你 嗯 那我请你看花剧吧 好啊 我那时候还这就打着家板呢 鞋着腿 看完花剧九点多了 你送我去工体吧 一下车一关不车门 我经纪人回来了 拜拜 走了 走走走走 走了 我就 我瘸着个腿打着家板 开着车送你到那边 九点钟 我也没吃饭 因为我的 我的前经纪人 独眼回来了 我要去跟他碰面 我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女人真的是 太难交往了 我说那这样 1月2号晚上 我们在山顶吃个饭 好聚好散 结果我找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说起来都不像你这些举动 真的太不像你了 啊 约好了七点 人家七点四十五 给我发意警醒 我遇到了我的同学 不是 是我已经到了 我准点到了 你知道那么巧 我的初衷最好的朋友 他谈恋爱了 你说我这个八卦的神经 能不赶快竖起来吗 然后一聊一聊 就聊他的感情问题 我在底下聊了四十多分钟 他那两个经纪人在旁边就觉得看不下去了 谢南你赶快上来吧 吴京一个人在这边呵护你 喝了四十五分钟了 对 好 容易上来了 不好意思 我看到我的同学在把妹啊 我在那边 我说你走 我说我说 我说那个谢南 想问你一个事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我这么直接 这么直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也知道他 我在追你你应该知道了吧 那也是也是 他就是这样 我看到我什么样 就这么看着我 然后 你等一下 我去问一下我爸 走了 真的吗 我给我爸发了个消息 然后 我就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去问你爸啊 你去问吧 我就自己夸 我就自己喝酒 走完套路出牌了我 然后 啪一会儿回来坐一会 坐我对面 你爸怎么说呀 我爸同意了 然后 谢谢 不容易 不容易 婚姻登记处领完了 这样之后一上车 然后 给他爸爸打电话 我说爸 我们俩领证了啊 然后他爸爸说 谢谢谢谢谢谢 哈哈哈哈 轮到 轮到嫂子 爸爸说谢谢 对对对 是真的 是真的 真的 是真的 我爸实际上说 终于 怎么叫 清仓了 哈哈哈哈 终于清仓了 怎么样 不比你容易吧 很难认识 我当时挺 没有姐 没有 我觉得这件很容易了 现在可以玩之后 没有好不好 首先 那个 我 认识他 然后呢 我拿他微信那一天 然后我就 那个穿好 好看的衣服啊 什么的 就就等了 就是专门去找他朋友 喝下午茶 他在来的时候呢 我就忘了一个事情 我让你穿高一点的鞋子 哈哈哈哈 啊 喝你可以 哈哈哈哈 他来了 我 我不想站起来 他坐下了 我又 我就才觉得可以站起来 哈哈哈哈 认识了之后 就是你你跟一个女生明确的想 就是约他出去一个约会 你肯定是选 就是要跟你dating了吗 对 你肯定是选 晚饭的吗 对啊 约到晚饭 一直不肯 约了一个半月 不肯 谁知道他想干什么 我心想说约个午饭比较好 对啊 喝多了怎么办 还有就是你知道就是 他这个人看起来很滑心 我以前看他那些新闻 我觉得这个人 嫌弃脸 这这我我花了多少的时间 跟他解释 长得帅 不等于滑心 可以吧 约了一个半月 终于肯约一个午饭 然后就直接真的就是吃完午饭 我还以为是不是商场可以逛一逛啊 我还提早了一两个小时 去那个商场去看了 当天还有个什么什么滑冰场啊 然后还有电影院啊 我都买了一整个那一天 那些什么什么电影院的票 刀场 我不知道 你有跟我想过 in case 他说啊可以啊 ok 那也免得给拍或怎么样 然后一到点啊 我要去工作 去告一证 好的 然后他就走了 一下车一关门门 我经理人回来了 拜拜 走了 那我就换方式嘛 如果他觉得晚饭奇怪 我说那要不要去密室啊 可是约密室这件事情 心机也很重啊 因为密室要不然就是暗场 要不然就要解谜题 可以展现你的智慧 我就只有这个了 我就不能展示什么身材颜值 啥都没就只有这个质地 又不出来 这怎么约都不出来 又不出来 哈哈哈哈哈哈 最后他去日本 然后 给了我一个机会 他说如果你想来的你来呗 然后 因为我跟我朋友一起去 我肯定定机票 直接飞过去了 对不对 就是吃饭前 我们在日本的一条街上嘛 没有我们两个 然后冷 啊不是不是 哦不是 我会有点尴尬 我要这样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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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我就做这最最传统经典的就是 哎 你手都在冷 哇 啊Ro 我奇怪 这个人还没有说再一几 他就这样 然后 他就真的 没有啊 然后我就 还好 哈哈哈 他有很多误解呢吗 我就要说很多 很非礼 然后到最后真的说通他了 然后就 你用一场演讲 之后 对 真的就是靠一场演讲 然后就是敞开聊着那个晚饭演讲成功 然后就在一起了 差不多 好祝贺你朋友 谢谢 哥我们都不容易 恭喜你兄弟 恭喜你恭喜你兄弟 哈哈哈哈